炎炎夏日 在达鲁马克部落外环道旁的 一处野菜园区 纷纷传来部落该母 边除草边唱着鼓调的声音 仿佛是过去部落种子小米 以及野菜的情景重现 两位该母看到野菜纷纷长出来 即便是炎热的天气 心里也充满着喜乐 刚开始的时候会担心说长不出来 会不会做得好 野菜园里的野菜纷纷长成 协会也正进一步的规划 无读野菜的体验方式 不从事贩卖野菜 而是提供游客进入部落体验 自己采野菜的热气 我们目前种出来菜不会拿出去卖 我们希望客人是来到部落 吃在部落 要不然部落的野菜全部把回去 就没什么意思 我们会在这边盖一个很部落的厨房 这个厨房有那种就是半自动的 全自动的 所谓的半自动就是要让客人体验到 亲自去采那个菜 亲自料理 也有六分面积的野菜园区 成了达鲁马克部落的希望工程 在成功种植野菜之后 部落社区发展协会也进一步将经营面积 扩充到一公顷多 增加规划传统设建场地 以及部落厨房 还有宣导部落族人一起合作生产 无读野菜 让前来体验的游客能够亲身前来 体验部落的美和自然 记者布鲁卡扎夫亚台东北南财围馆报道